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同那广播电视台的怀语新闻。 尊敬的观众,陈鸿河副总理4月19日于卫生部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就2023到2030年卫生部直属医院安排和重组总体项目进行工作。 副总理肯定,卫生部下属医院及各部委的安排工作是为了组织投资建设有条件的医疗设施,实现提高人民群众医疗检查和治疗质量的目标。 因此,卫生部会同地方对该部直属医院进行审查、整理和重组,终点关注合并后符合标准或不符合标准的医院,但这是一家高度专业化的医院,在困难、偏远和偏僻的地区运营。 卫生部负责向地方移教部直属医院时,进行事前讨论和支持,不影响医疗机构的政治和业务任务。 从长远来看,需要推动地方医院的发展,甚至动员有足够能力承担专业任务的私立医院,快速提高医疗检查和治疗的质量。 贵胜、多部委、地方、领导基本认同卫生部直属医院布局重组路线图,从而确保悬面性和同步性,继承、稳定、创新、发展和谐结合,为干部和群众提供医疗保监高科技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去同奈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统计,雄王季日假期,农历3月10日,同奈省旅游区和旅游目的地,共借贷旅游2万余人赐。 梦泉、宝龙、鲍嘎饭等一系列旅游区吸引了大约1-3千名游客,极限国家共沿地区至岸湖平均游客数量。 由于假期时间有限,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自助游。 业绩4月30日和5月1日长假期间,游客数量将大幅增加。 同奈省目前有23个旅游区和旅游目的地,全省共有客房3,600多间的133家旅游住宿场所。 其中,133分之16家住宿场所被评为一至五星级,继续管理其余住宿场所并鼓励其注册评级,以提升旅游商业环境,并为游客在同奈省停留创造信心。 最近,同奈省不少企业订单增多,贵劳动者创造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一些企业的订单持续到2024年第二季度末,因此,他们正在加快生产并招募更多的劳动者。 区DK区Tekuan Vina股份公司代表表示,该企业目前需要招聘1000名费技术劳动力,贵生产服务。 公司主动联系前工人,邀请他们重访工作岗位,并支付终止时的工资,最高不超过4级。 企业对趋有缝纫技能的工人有有愧政策,鼓励劳动者亲友到公司工作,将近为120-150万越南顿每个人。 年初至今,企业充沛订单表明,经济途径比2023年有了更加明亮的色彩。 企业加大了劳动力招聘力度,并开展了广泛的竞争运动,一提高产品质量。 此外,增加多项薪资和奖金政策。 去同南省劳动荣训和社会厅表示,目前全省有300多家企业需要招聘35000名劳动力。 其中,80%以上的智飞技术劳动力,20%是需要招聘重级以上职业的劳动力。 一些企业扩大生产需要招聘500到1000名劳动力。 高招聘职业包括鞋类、放制品和电子产品。 再有消息称,以色列将攻击伊朗进行暴富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外长表示, 他们将继续努力防止伊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升级的风险。 该声明是各国外长们于4月19日在意大利卡普利岛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集数后发表的。 声明中写道,鉴于4月19日出现的袭击报道, 我们敦促各方共同努力,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七国集团将继续为此努力。 七国集团外长也宣布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全面军事行动, 因为这次袭击将给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宁肯将于下周进行为期四天的反华。 这次反问是在近期中美关系、应从经济到政治等一系列问题而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 去美国媒体政客的消息报道称, 国务卿布林肯将于4月23日开始反问, 预计他将会见一系列中国高级官员。 据称,南海问题是布林肯在中国议程上的主要问题。 这次反问是在美中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些问题涉及许多问题, 例如总统乔·拜登提议提高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成品的关税, 或者华盛顿批评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侵略行为。 以上,持同来广播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报道, 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